南海南海各自有各自的周期 像要是三个地方能量同时释放 最惨可能造成32万人伤亡 日本其实就一直在担心 这三个阵群区拿到最大的公佩数额 有吧那个公佛这边的地震 南海南海南海日本一直延伸到台湾 实际上网路上可以评解预测 就因为回通台湾但是中南日本 可能会有规模机翼上的强震发生 我现在已经是在担心中 一种可能会是 我们的车站起来的回合 我们的车站起来的回合